一个长相俊俏的姑娘名叫尹珠 正在河边洗手 可转眼间 她的双手就消失不见了 再一转眼 她身上的衣服纷纷掉落 整个人都不见了 顺时经的鸟儿飞起 狗儿乱窜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少事老骗 隐身女侠 河边两个渔夫正在悠闲地钓鱼 不得时年老的渔夫鱼竿一尘 看着弯曲到了极限的鱼竿 他知道大鱼上钩了 随即用尽全力将鱼竿甩上岸边 可是等他低头一看 瞬间汗毛倒数 口不能语 地上竟然凭空地出现了几只脚印 而此时地上散落的衣服 也一件件地穿在了一起 看着行走在路上的无头之人 周围的人顿时目瞪口呆 纷纷大喊有鬼 与此同时 一队迎亲队伍正在浩浩荡荡地走在路上 原来是江南总舵舵主屠大海正在驾驭 只见前面开路的家丁气焰嚣张 路人躲避不及 纷纷摔倒 银珠此时也来到此处 看此情景愤怒异常 决定戏耍他们一番 接着铜锣平空敲响 索辣飞入石中 新娘的粪冠也满天飞舞 迎亲队伍顿时大乱 知乎有鬼四散而逃 时间不大 迎亲队伍遇鬼的消息就传到舵主屠大海这里 屠大海一听顿时火冒三丈 肯定是有人专神弄鬼与他作对 于是立刻派出手下 环山三郎和管家前往镇上打听探查 而此时镇上闹鬼的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酒馆内打探消息的环山三郎 正喝得尽兴时 一个头戴斗笠 面带遮沙的姑娘走了进来 正是银珠 环山三郎一见色胆盾起 立刻起身来到银珠桌前 伸手就想摘下他的斗笠看一看 不想被银珠一脚踢翻 其他人一看立刻一拥晚上 没成想银珠武艺高强 三下两下就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就在此时 银珠却一下将头戴的斗笠摘下 一个无头之人立刻倾线胆长 一伙恶人瞬间就被吓掉 纷纷逃走 胆小的管家更是被吓得直接晕了过去 屠大海得知消息后 哪能相信 于是逆刻带着手下追赶了过来 将银珠团团围住 并命令手下将他拿下 可是见识过银珠面目的几个手下 早就被吓破了胆 纷纷摇头不敢上前 屠大海无法只能亲自上前 和银珠打斗在一起 只见他匡匡几刀 银珠的帽子衣服就纷纷飞落 又消失不见了 众人看后骇人打击 纷纷不敌仓皇逃走 夜晚 隐身的银珠端着斗笠和衣服回到客栈 刚一进门 小二和一众时刻顿时被眼前的景象吓傻 纷纷四散逃跑 更有胜者还趴在地上不敢起身 银珠健壮不敢久留 立刻回到客房穿上衣服恢复了身身 可是他想的白天被屠大海和手下欺负 心中甚是不甘 于是趁着夜色来到屠大海家里 如无无人之地 把屠服闹了个天翻地覆 人压马翻 几次三番被银珠细耍 屠大海恼怒异常 可是面对武功高强又能引上的银珠 却也没有办法 就在这时 手下忽然建议 想要对付此人 只有隐世多年的天藏地盲 天藏没有双腿 地盲双眼残缺 虽然双腿近视 但是内力却异于常人 双者一挥行走如飞 眼睛虽看不见 听力却远是他人 听声便为犹如双眼 话不多说 屠大海立刻带着礼物来到山上 天藏地盲隐居多年不问事事 并不想多管闲事 可是当土大海提到此女能隐身之时 两人顿时大忌 原来三十年前 两人得知了有一种能够隐身的草药 便善善盗取 不想遇到了看管此药的银珠和奶奶 纠盘魔女 纠盘魔女武功已到化寂 挥手之间 天藏地盲 一人双腿近断 一人双眼近视 现在纠盘魔女的孙女现身江湖 一任多年苦练武功的天地双老 终于有了能够一雪前耻的机会 于是两人立刻跟随土大海下了山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两人话不多说 立刻就和银珠缠斗在了一起 天藏地盲名不虚传 一个耳听八方 刀刀致命 一个掌风阵阵 行走如飞 银珠只得一山进出 隐藏了身体 可是最终还是在两人的夹击下 被吴公彪击中 身受剧毒之伤 逃离了这里 与此同时 镇上一位有名的陈神医 上山采样 陆于大雨来到一处山洞躲避 不想 正遇到了受伤 晕倒的银珠 陈神医宅心人后 立刻对她进行施救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和精心的照顾下 银珠终于恢复如初 两人也在这段时间的相处中 渐渐产生了感情 可是好景不长 这天 陈神医来到镇上探完病人 不想 却被独大海的管家抓了回去 银珠得到消息 愤怒异常 立刻潜入屠府 准备营救 却不想 正遇上涂大海的女儿 正与她的手下私会 于是立刻 将涂大海和亲家等 一众人等 引来曝光了此事 廉家顿时打了起来 现场一片混乱 银珠也乘乱将 陈神医救了出来 而随后 银珠也向她吐露了 隐身的原因 原来 在半年以前 银珠的奶奶 经过30年的苦心研制 终于成功地提取了 能够让人隐身的药水 可是 她由于过分激动 竟然一命呜呼 倒地之时 竟然将解药打翻在地 银珠无法 只得喝下剩余的解药 只是由于药力不足 导致了银珠白天隐身 夜晚才能恢复的情况 这种日子 银珠早已过够了 陈神医听完 非常心疼银珠 于是承诺 一定要利用索学医术 将她医好 没想到的是 两人的藏身地点 还是被涂大海的手下得知 于是涂大海带领 天藏地芒 再次杀了过来 终极大战顺时展开 这次 天藏地芒 志在必得 逆刻展开 各自神功 攻了上来 地芒竖起耳朵 听声便未查找 天藏双手 快速挥动 扬成断树 在两人的配合攻击之下 银珠被逼得连年躲闪 眼看 渐渐落入下风 这是一盘观战的陈神医 突然临机一动 开始 快速的敲击起 地上的石头 一下就干扰了地芒的听力 银珠立刻抓住机会 一剑就送地芒 里的盒饭 失去地芒的配合 天藏的功力也降低大半 最终 银珠一招牵手观音 腾空而起 瞬间就了结了天藏 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最后 银珠和陈神医也洗劫良缘 故事到此结束